下一个我们来画一下这个双重折线图 这个也是一样 就是你用 Excel 要硬做也是做得出来 但是用 Tableau 就快很多 好,那我们来试一下 今天是三部图嘛 所以我们对不起 折线图嘛 所以我们先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拉掉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折线图想要折什么东西好了 他希望有这个 Average 的 Retail Price 还有这个 Units Sold 然后都是每周每周的把它 Average 起来 好,那我们来试试看 我们今天这件事情要怎么做呢 首先是你想像等一下会有一张折线图 那横轴 纵轴 横轴是什么? 横轴就要是 Date 对吧 所以你先把它拉到横轴来 就是 Column 这里看不到东西只看到一个 Year 点下去一看发现 你可以说它的 Year, Quarter, Month 等等 比如说 Month 好了, Month 就跨了 5, 6, 7 月 那我们这里大概是要选所谓的 Exact Date 你就会看到有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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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日期 这个样子 这是我们的原始资料嘛 那接下来呢 如果比如说我来拉我要拉的东西 比如说 Units Sold 我把它拉到 Row 就看到一条折线啦 这个基本上看起来一切都非常的美好 那我还想要第二条 所以我就把 Average Retail Price 也拉过来 好,这样就变成两条 你可以看到基本上他就帮你画了两个折线图 对吧 那我们先调一下,我们想要的是 Average 毕竟 Price 你把它加起来没什么意思 我们就来说 把它 Average 一下 这个 Dimension 对不起 这个 Major 这个地方 可以让你选 你要画的是 这个 逐周逐周的是 加总呢 平均数呢 中位数呢 绝对值 标准差 还是各式各样奇怪的东西 只要是常用的都可以 我们就选 Average 好 好,那我们这里也选 Average 你看到资讯果然是变了 好,那现在重点来了 怎么把这两张图 放在一起呢 很简单 找其中一个 点它 去选说 我想要 Dual Axis 按下去 双重 坐标轴 就出现了 好,那这个图基本上就 画完了 就是这么简单 左边呢 是 Average Average Units Sold 右边是 Average Retail Price Average Retail Price Energy Units Sold 你就可以马上看到 哦,原来是呈现成这个样子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 双重折线图